時間是中午的1點05分 再次回到示威大本營 Sentral World門來這裡 現場所見 在這裡參與示威的群眾 是少了一些的 可能因為天氣熱 今天他們並沒有任何行動 據稱台灣事份 還有一個法師 去超渡昨天在事件中 喪生的紅衣者 喪生